欢迎来到财卖娱乐参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八位伟大的女性令人钦佩 盘点额场那些国风美人 每一位都是惊艳了时光 温柔了岁月 第一位非杨幂莫属 杨幂素有古装界的天花板的称号 最惊艳的角色 可言可甜的扶摇女王 最近大秘密的胡珠夫人正在热锅 且完美收官 前剧扶摇是好剧清单中必打卡的电视剧 在剧中杨幂一出场就惊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抬眼一回眸 既有女儿家的柔美 又有挥刀拔剑的男儿气概 试问谁不为这样惊艳的双面大秘密沦陷呢 第二位赵丽颖 赵丽颖开创了《圆连女主》的先河 最惊艳的角色 足智多谋的圣明兰 在电视剧《之佛》里有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经典场景 那就是赵丽颖饰演的圣明兰穿着一身绿色的珠关婚服 以善演面 美貌若隐若现 在众多红色婚服中脱颖而出 让人眼前一亮 圣家四位姐妹各有千秋 明兰即使站在角落处也依然美帝夺目 第三位迪丽热巴 红毯上最美的女星 最惊艳的角色 八荒落合第一可爱的白凤九 在狐狸界能抗衡穿杀打几的恐怕要数 我们八荒落合第一可爱的白凤九啦 谁还不是一个毛茸茸 长尾巴 角色神颜的小可爱呢 《枕上书》中迪丽热巴饰演的青秋地基白凤九 可谓是古装偶像剧经典角色之一 额生凤雨之花 面有青世之色 天地间唯一的九尾红湖 做得了帝君灵宠 当得了人间贵妃 第四位杨子 同一时期最有出席的小童星 最惊艳的角色 成长型女主小锦蜜 杨子和邓伦主演的 《香蜜沉沉浸如霜》 不知道骗走了多少观众的眼泪 即可娇俏可爱 也可优雅端庄 穿起战俘来更是霸气逼人 美帝各有不同 真是像剧中一样 惊艳了人 先 魔三界 第五位谭松韵 少有的童颜女星 最惊艳的角色 出得了听堂下得了秀芳的罗十一娘 锦心似玉是童颜女星谭松韵 搭档布老男神钟翰梁主演的一部古装大剧 剧中谭松韵饰演的是罗十一娘 罗十一娘上得了听堂 下得了秀芳谭松韵在剧中一身红色巢服 真的是绝美 头戴精致头冠 浑身散发出当家主母的气质 第六位居静一 因为颜值超高 有四千年美女的称号 最惊艳的角色 穿搭博主江宝宁 最近刚热播不久的《嘉南传》 想必大家都看了 游居静一饰演的《嘉南郡主》江宝宁 真的是美到报 无论是从头饰还是到穿搭 在古代真的可以称为穿搭时尚博主 江宝宁月下义务撩动多少人的心弦 小编的小心心都送给你啦 少女时清纯可爱 女扮男装英姿飒爽 百变小居从来不会让你失望 第七位赵露丝 因酷似赵丽颖而被人熟知 最惊艳的角色 红衣三公主人间美少女 传闻中的陈千千当时 骑着高头大马一袭红衣 当街抢亲 并霸气自我介绍 我是花原成三公主陈千千 当时不知道被多少短视频 博主争相模仿 一时间热度暴增 第八位景田 很多剧都是女一号 但是一直火不起来 最惊艳的角色 斯腾人间富贵花 之前景田饰演过很多剧的女一号 但是一直没有被观众熟知 最近斯腾这部剧却直接把景田带火了 没看过的小可爱可以追一下啊 斯腾一袭旗袍阿摩多姿 再配上弯弯的柳叶掉烧梅 简直不要太有韵味啦 果然是会魔法的小仙女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 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并贡献想法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的下一个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祝您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